有拍手嗎 有拍手嗎 喂 呃 大家好 那我們這是管月營 就是不管是去年還是今年 我們最終的目的 就是能當小朋友帶快樂風學習 這是我們最終的目標 然後我們這一次 跟去年不一樣的是我們有 就是有全新的陣容 全新的風貌 更不一樣的特色 就是可以 希望可以 希望可以早上帶來 有不一樣的感動 對 然後再最後 謝謝 就是 這位家長的靈畢這樣子 然後 最後 祝福各位 爸爸母親節快樂 謝謝 好 這個我們今年啊 就是跟中央管月營 才會有一個夏令營的活動 就是管月夏令營的活動 那時間是在7月 19號到7月23日 那 就在三多國小的校園裡面 那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呢 他們呢 總共會有大概 將近四十個人來 為我們小朋友做這樣的一個活動 去年呢 我們是請那個中央管月營的小朋友來 來看一下齁 我們那時候呢 在最後一天會有一個成果發表 那 當天呢 會有一些演出 也是非常的精彩 每個小朋友呢 他們 那五天都玩得很高興 不是只有一直在吹奏樂器 那 我們孩子呢 在這邊呢 又多了一個多元的學習 所以今年 很高興 他們 又要來跟我們學校一起合辦 管月夏令營 那如果 在場的家長 還有 我們小朋友呢 有興趣的話 歡迎 從禮拜夜開始 可以來跟我拿那個報名表 那我是學務處的邱老師 只要到學務處來找我 那拿報名表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時候呢 就是 在學校裡面 全部都是在學校裡面齁 所以也很安全 小朋友就考太遠 好 每天早上一開始 然後直到下午四點 好 就回家了 拿這樣的一個活動對小朋友來講呢 是一個 不一樣的 我也是一個 多元的學習 好 好 我們大概 有這樣的禮物給 各位家長 我們看一下 這就是我們一開始就是開幕式的時候 給小朋友帶來的表演 就每一個小朋友都我們自己的表演 然後給小朋友帶來的 去年有參加過我們的管月夏令嶺 每一首 大家覺得好玩嗎 好 好 今天還想參加嗎 有 對 有一個小朋友說來跟我們講講 來 等於你走走看 他現在突然都敢了齁 他們都覺得呢 這樣的一個是 他們在小學的階段 甚至現在有到畢業的小朋友 他們覺得呢 這真的是黃的回憶 而且 去年是第一年 那今年呢 很高興 還有第二次的結婚 跟那中大學的那個大哥哥 他們一起來完成這樣的活動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那我們再次感謝我們 中原管月社的大哥哥 謝謝他們 好 那有興趣要幫你們家 會很厲害 跟我幫忙一下 那我們就接著 下一個節目 好 謝謝他們 大家都非常的懷念